手指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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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眾,T2亞太桌球聯賽的 這場將加郎對戰的皮爾森隊的賽事 進行到最後一點男子組的對抗 要由江南隊的小將來自日本的張本智和 來對上皮爾森隊的蕭球老手朱士賀 在前面五場比賽對戰打完之後 皮爾森隊目前是13比1 僅僅兩局領先江南隊 因此這場比賽將要決定 這場江南隊對戰皮爾森隊之間的 來一個勝負 對 當然這場球賽呢 確實要考驗江南隊的年輕的張本智和 會不會打蕭球 當然你對付蕭球除了會打之外 他主要的得分就是你的攻擊 有沒有一個重感的殺傷力的球 所以你的攻擊的質量 是決定能不能突破朱士賀的防守 當然以朱士賀的防守能力是一流的 還要加上朱士賀的搶攻呢 張本智和能不能鎖得住啦 所以南韓的朱士賀呢 是有名的攻防技嘉的一個選手 這個球就拉得非常快速喔 而且往中路來跑喔 喔 又沒敲過去 對啦 張本智和他這個強攻啊 要克制了對方的這個小九一定要靠他這個強攻喔 不過這個朱士賀這個老親眼喔 有沒有讓張本智和那麼容易喔 來取得勝利啊 也是這場比賽非常值得關注的一個重點喔 對 當然是開擠啦 他也慢慢去了解喔 張本智和你到底拉的速度跟位置在哪邊 所以呢 當然一開擠來講呢 張本智和打得很順喔 3比2的領先 但是對朱士賀來講喔 事實上你要打贏他沒有那麼簡單啦 對 沒那麼簡單的 對 老實講沒有那麼簡單 尤其你和張本智和他 遇到這種消球的選手應該也沒有很多的經驗喔 所以這個應該是滿有趣的喔 一個37歲一個14歲喔 還有一個消球的一個搶攻的喔 哈哈哈哈哈哈 喔 差一點點喔 不錯喔 日本的小將很有鬥志喔 對 稍微短一點點他就上來 直接把這個球砍過去喔 6比3還不錯還不錯 還不錯 開啟界史展現出這種 攻擊再攻擊 7比3 換朱士賀來發球 喔 蠻轉的蠻轉的齁 大概要特別注意齁 到底呢 朱士賀呢 尤其顆粒消過來齁 所謂的反旋轉呢 他是個非常下線的一個來球 我得到第八分了 喔 直接台內領球啊 8 4 好 又是一個來不賺的回擊 哈哈哈哈 稍微低了一點秒 這一個球 朱士賀沒有消過去 9比5 好 反拉 哇 這主持人厲害齁 稍微改變了一個策略 那整個比賽齁 當然慢慢的 出次會會很多的變化 哎呀可惜啦可惜啦 好 所以這邊 詹姆志賀拿下第十分的局點 10比6 啊 接發球失誤 所以讓詹姆志賀拿下第十一分的第一局的比賽呢 詹姆志賀順利的取勝啊 數字會比喘快 對吧 現在沒進 蛤 咦 對對對 可減少一點 我只是問就可以 好嗎 好吧 好 比賽進入到第二局 那當然現在加拿大隊還是落後 但是又要贏 而且可能還要贏兩局以上 因為在這一場比賽之前呢 加拿大隊是十一 那皮爾森隊是十三 對 當然這一局對朱士赫就非常重要了 他如果能夠拿下來的話 總比分的話 有可能今天這場球賽呢 在團體的部分可能會取得勝利 哇 厲害 這個球 結果是張粉之合突然間反手的一個加速 這場這個過程只要分數拉得很近的話 對朱士會會很有力 那因為這年輕的選手他可能會 如果贏球當然打得很順 對 出球的話他那個情緒表現可能也蠻明顯 過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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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球擺得有技巧有技巧 他帶了信心 很高興很高興 8球又得分了 對 今天有一些借8球的處理 感覺上也不是很理想 你只是要擺一個過去而已 都沒有能夠做好 好 咱們這盒又有經過機會了 好球 很不錯喔 對 這一局如果再拿下來 當然 加了這個 在大比分上面就可以追平了喔 哇 哈哈哈 有點勉強 有點勉強 從整個消球的動作呢 朱士會是加轉啊 哇 你還要拚啊 你看一拉就直接往下了 好 前後掉動 喔 這個球呢 就是展現出呢 前後移動 然後正反手搶攻 能消能攻的一種打法 喔 不能擠 不能擠喔 這時候 張本智德呢 就看你的這個 喔 有沒有冷靜啊 好 朱士賀德 蕭蟲呢 是出到界外 所以朱士賀德 就會出他兩分的領先 好 五比七 就是發球 欸 突然改變喔 漂亮漂亮漂亮 這個日本的小將 你們注意看哈 他的拉球呢 是加速加速 拿走 喔 厲害 這個球就是 開始在 比分到後段呢 他是常用的一些戰術啦 所以張文智一定要觀察 要小心對方的反擊 中小的 一定要不能起兆 因為在後段出手的瞬間會做一些變化 這個摩擦感覺上是用它的顆粒造成了一些不賺的回擊 是改變了 你怎麼突然間有這個球 揭發球是直接用顆粒去把你打 所以現在就是後game point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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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對 你就可以看這一顆球呢 確實也給張文智和了解一下 消球的是能夠反攻你 你要擺斷稍微高一點我就上手進攻了 上了一顆 所以第二局的朱士賀 尤其最後這幾個球 他的變化真的是非常非常精彩 你們看起來 張文智和在這一局氣勢也都還不錯 不過朱士賀呢 最後呢 這幾球呢 這幾球呢 確實是表現十分精彩 因此 他是拿下這一個第二局的勝利 雙方呢 前兩局打完之後呢 目前是1比1的平手 對 那還是要整個 技戰術的配合 我想呢 張文智和呢 一開局呢 一定要拉開分數 甚至要拉開2分至3分 可能這個年輕小賽會打得順 你只要拉分數交左呢 你到最後呢 朱士賀的這種變化呢 會讓張文智根本意想不到的一個打法 喔又來了齁 忽然要加速的進攻 對 直接要來做一個搶攻 不過這一個球並沒有成功 當然 在上一局讓朱士賀給搶下來之後 現在 在總比分上面 對江家団隊當然是比較不利 又回到兩局的差距 哇 這時候 在比賽已經來到的第三局齁 嗯 朱士賀很明顯的了解 你張本智能 你到底要攻的路線 跟球的速度呢 所以沒有那麼輕易就 喔這個球打得漂亮 這個打得漂亮 所以你在進攻上呢 應該會 來回的板數會非常多的 哇 不賺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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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上 張本 有點 比較亂了 比較亂了 哇 哈哈 哈哈 爬過去 哈哈 沒話講 沒話講 這是 確實是幸運 你可以看出 朱士賀已經躺在那邊 要做一個進攻了 哈哈哈哈 對啊 哇麻煩了 我來了 你看 下完之後就跟上 來 做一個殺球 喔 張本呢 沒有攻擊也不行啦 好 喔齁齁齁這個亂掉囉 應該來講齁 以張本智能目前的狀況呢 要拿一分呢 一定要出手要聯繫進攻啦 喔 那也不可能像第一集這麼簡單 拿到分數 喔又來 3 6 哇 這個球 100高 反拍呢 你看他的膠皮馬上翻過來 用 紅色的平面做一個進攻 7 3 哇 那這樣子 對於張本呢 是比較不利 一開始第一局是打得蠻順的 第二局輸掉之後呢 在這一局 感覺上就打得蠻亂喔 7 4 對 也是打蠻球選手 確實是這樣啊 因為你 畢竟是 基本上叫做前面攻 那你進攻的策略呢 路線 速度 節奏 蠻球也會慢慢的熟悉 那加上呢 張本本身經驗呢 可能比較缺少齁齁 因為當祝士二呢 要贏球的時候呢 他會用很多的招式來打亂你 哇 才看出齁 這個過程呢 你突然間呢 欸我 祝士二又是攻擊你一個 帶來就是變消球 鑽魚不鑽變化 喔大家首先你要了解 球的旋轉 喔 你要拉快的話 他最起碼 消球手 消過來有點偏高 喔這個時候你才能發力 好 視野啊這邊呢 應該是 皮特森在這邊 喊出暫停喔 這時候呢 連續幾球 還不錯喔 追到6比9 差3分了 這要鼓勵他 叫大家衝啊 降手的制勝球 張本智俄16分 而朱士賀則是10分喔 但對 你這樣的話呢 當然是 張本智俄是攻擊手 所以正拍的搶攻 是 佔多數 所以 朱士賀是 突然的一個會搶攻 基本上是防守為主 開始防守 應該要 拿這一擊是非常困難的 搶下第七分 爬往著爬過來 所以這一個球就是朱石赫拿到 第三局的比賽朱石赫是1比7獲勝 前三局的比賽打完之後呢 目前是2比1領先張本智和 當然在大比分上面呢 現在皮爾森隊已經是領先三分了 正常來說的話 以場上所剩餘的時間 那對江家團隊來說要追趕三局回來是不可能了 對應該是 這兩隊的對戰呢 皮爾森隊是會獲勝 但是他這個比賽主要是 每一輪的循環 所累積的極速啦 所以張本智還是要想辦法拿分啦 對輸掉沒關係喔 可能最後看能不能再多拿個一局 甚至兩局都沒關係喔 那整個打法上齁以目前來轉是朱石赫上風啦 因為張本智和呢也沒那麼簡單拚球 尤其他轉與不轉齁 在已經一直明顯的提高了 等於說你對蕭過來的旋轉度呢 沒有很完全的判斷 所以呢來回球越多呢 對張本智和就越麻煩 除非是前一兩板 喔把他速戰速決 喔這個當然 就是朱石赫的 自己的失誤 朱石赫想要來做一個進攻喔 不過這一局 並沒有打過去 對 插到網子喔 插到網子 應該就是前面喔 應該就是前面喔 做一個小球來控制 應該是沒有問題 喔漂亮 小球 出了機會 他們就和5比2的領先 這把球 也是想要一板的進攻喔 但是力道確實太強了 我連擊兩球 散停 1分 4分 6分 1分 2分 4分 6分 1分 對 節奏稍微慢一點點就夠了 稍微慢一點點就夠了 還是用正手 不用反手 對吧 你用正手拉他 他一點辦法都沒有 挺好的 加油這樣 現在還平手呢 五比五 五比一下年輕的選手啦 對啦 他確實也不見得說 要反手直接拚他啦 正手拉起來 朱四二一定是退台 做一個防守的 好 正手 好球 好球 哇 加速 不錯 這個拉的直線 哈哈哈哈哈哈 還有 還改變角度喔 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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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要拿分喔 沒有靠你這種 正拍的進攻的力道 是很難拿到分數的 好 應該是插邊嗎 插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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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喔 這個在江家郎隊長提點之後 這個 張本志和淋去幾個正板的進攻都蠻好的喔 結果是 就是說 我來攻擊了 換成 張本志的被動 對啊 退的稍微遠了一點點喔 這個球回擊了 沒有進 走 走 哎呀 多另一點可惜 確實 又回到整個是 分數的後段喔 確實要觀察一下喔 這個 朱士賀的招式 又沒有再出現了 可以開始 可以看這張本的失誤力又提高了 對 八比八 好 這是 八環球 喔 搶了 喔 危險 再來 還有嗎 沒了 好 這邊讓朱士賀超前的比 比分喔 九比八 真的是要看經驗的 要經驗的 啊 事實上 就是在 打到球的瞬間喔 做一些旋轉的變化 他就是在後段呢 他的落差才會大 那一般讓你打順沒有關係喔 這是消球手的厲害 還有加上他會反攻 反擊你 又來了 又來了 好 所以要第四局六是 朱士賀十一比八拿下來喔 所以要在 這四局打完之後呢 現在是 三比一領先 張本智和了 對 那你可以看出 第四局呢 欸 感覺上 張本智和好像開始要順了 欸 很簡單的 後面呢 連丟了好幾分 所以事實上呢 朱士賀的這個 手上的這些 變化呢 確實呢 帶給張本智和一個經驗啦 他也不曉得 欸 怎麼突然間這麼難打喔 所以 確實這個 喔 消球手呢 這能攻能防喔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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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張本智和 撿到這個幸運的一分啊 對 碰到網子之後過來喔 張本智和就輕輕把這個球給推過去喔 欸 兩球失誤囉 對 對 所以這邊上面就何須 蓮娜兩分 強領先喔 因為 呃 只剩下三分多中喔 喔 這球也是一拉就直接 直接下墜喔 蠻炫的喔 蠻炫的喔 對 尤其這個黑色這一面喔 他這個所謂的顆粒呢 確實可以製造呢 所謂的反旋轉 非常鑽的一個下陷 好 這裡啊 這邊又讓 主持後就回來兩分 喔 蠻辛苦的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想說我怎麼拉 我那麼用力拉 你還能夠很輕鬆的消回來 哈哈哈哈 因為主要是你的速度 節奏呢 喔 就是 喔 一開始在適應了 喔 還好 打球直接拿下分數 哇 這個第五級 剩下兩分三十秒喔 嗯 可能就是打不到十一分啦 可能在 分數領先呢 有可能就 直接一到就結束啊 蠻炫的這個球 一拉有時出來借外喔 對 因為你碰到消球手齁 整個 節奏呢 時間是會脫長的 哎呀 糟糕 這邊連掉兩分的話喔 時間剩下最後兩分鐘 這兩分的突出 哇 掉三分 掉三分 掉三分的話 用顆粒直接的攻擊 哇 哇 不曉得要怎麼拿分呢 三比七 對 差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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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的還有時間了 一分多鐘 應該還是可以追回來了 主持人進攻 上來 他表情 腰腰頭 怎麼會 好 拉一個快的 主持人就有這個能力 眼台的反拉 這個球精采 所以皮爾森隊的隊友也是非常興奮 好 轉過來 所以這一個球是 差3分 30秒 要趕快的進攻 好 一板 要開 這一球攻的就不錯了 不過確實你說 現在差3分 然後你對消球手 你30秒鐘的時間要拿3分 非常非常困難 對 非常困難 非常困難 因為你要拿1分 都要花蠻多時間 因此這局的比賽 又是由朱士赫取得領先 因此呢 在這場比賽 朱士赫最終 就是以4比1的比數 擊敗了 因此呢 今天下午這場 江家人隊對戰 皮爾森隊的對戰呢 皮爾森隊的最後也是 17比12的比數呢 來獲得勝利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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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問題 了